辛普森一家炸了 甚至有时会撞碎一地 不管死多少次 平行世界的他们无穷无尽 辛普森一家打破了二次元 还会遇到七百斤的胖子 那也不妨碍他们抢沙发 如果未经允许插广告 一家人会毫不留情的踩死他 这天沙发上没人 原来是红沫忘带钥匙 全都被关在门外 其实辛普森一家是荧光体质 不开灯也能看到 飞行器早在二十年前就有了 而且小麦驾驶的最溜 他们偶尔会走错片场 比如金大叔访谈秀 辛普森一家从此爱上了综艺 红沫发现来不及了 一家人中途下车 向着演播室狂奔 一个街头魔术师吸引了红沫 他掏出兜里的所有钱压住 不出所料 这个月的工资全交了学费 一家人赶到时已经迟到 保安死活也不让他们进 红沫一记头锤攻击 闯进直播间 女助理拦珠去路 红沫可不怜香惜玉 带着家人闯进演播室 没想到 这一过程被全程直播 主持人破口大骂 难道不知道这是直播吗 真是不爱套路出牌的一家人 辛普森一家被吃了 沙发竟是外星生物 甚至把他们都变成沙发 让喉沫也尝下被做的滋味 在这之前 沙发跟大家关系融洽 有时还在家里开派对 辛普森一家并没觉得奇怪 当他们逃命时 引来镇上所有斗牛沙发 数量多得数不清 只怪他们身上的红色太显眼 最终逃到自家沙发上 突然冲进来一头沙发 直到有一天 沙发死了 一家人将他埋在后院 接着去农场挑选新沙发 侯沫一眼相中一头 刚开始他很难驯服 非常讨厌被人坐着 尤其是那么胖的侯沫 结果他摔成粉碎性骨折 晚上新沙发等一家人吃饭 可他们总是迟到 他布置好陷阱 将辛普森一网打尽 多亏了小傻瓜 将他们从沙发肚子里解救出来 辛普森一家追到外太空 侯沫发现沙发的身影 一击将他摧毁 突然飞船开始剧烈摇晃 好家伙 原来外星沙发不止一个 他们瞬间被团灭